不知道从什么时候我总是听到观众问我 肖哥能不能给推荐回放有密度的声卡麦克风 当我在介绍产品的时候 有的时候评论区也会来一句 肖哥这有密度吗 作为一个从08年从业至今的从业者 恕我直言 2020年之前在我的圈子里 我从未听过对音质描述有密度这一词 这词我也是近几年才知道的 密度到底有多密呢 能给我嘴沾上那么密吗 密度就像那街头巷里街头对暗号一样 成了一片小圈子心照不宣的共识 就好像这样 哎你要的卖份有密度的 这款呢嘎嘎有密度哦 来二金不 啊这有密度 我听听 哎哟啊真有密度哦 嘎嘎密度哦 整个交易过程主打的就是全局加密通话 而我作为一个外圈吃瓜群众 我一脸懵逼 这时候我就不禁要问了什么是密度 怀揣着对密度的好奇 我也经常求教我身边的朋友 什么是密度 结果呢往往就换来的是这样的答案 你给翻一翻 什么叫密度 翻一翻 什么叫密度啊 这还用翻译吗 都说了 我让你翻译给我听 什么叫密度 不用翻译 这就是有密度啊 我就想让你翻一翻译 什么 他妈的 叫做密度 密度就音质好 好音质就有密度 明白了吗 没明白 所以呢我对什么是有密度 我比较困惑 所以我们得研究研究 首先有问题 我们得先问问G-O-O-G-L-E 咕噜咕噜 我看看它会不会什么叫做密度 你问咕噜咕噜呢 你得用英文 密度的英文单词是Density 所以我以Audio Density Sound Density进行检索 检索到声能密度 这也显然不是和老神棍 街头向外交流的和音质相关的 它不是一个密度啊 可能词条不对 换到了Microphone Density 麦克风密度 检索出来的答案就两类 一个是麦粉矩阵的麦粉密度 这个也不是和我们要的和音质相关的密度 第二个就是泡沫核音罩的密度 那这个可太有密度了 那嘎嘎咪的泡沫密度 在我检索答案的时候 就检索出了今天第一个答案了 处处是YouTube's Mixing with Mic Compression and Frequency Density From the Master Mixing Curls 视频当中 它对密度的定义是 声音主观的结像和结像的扎实程度 当然它的答案不足以 让我判断是否有密度 似乎也贴近老神棍 街头巷尾中表达的答案了 当然互联网的好处是 我不能只听它一家之言 在这儿呢 我得到了第一个有效检索词 Frequency Density 继续以这个词条检索 我发现了道友 不光我一个人对这玩意困惑 那继续检索 检索到Gearspace了 Gearspace就一位老哥 对密度一词回复了 他认为这个密度是谐薄的密度 答案对我来说 也仍然是模糊的 也不足以判断音质好坏 和国内语境下的 唯密度是音质好坏之论 也大相径庭 那国外对密度的定义和讨论 都言之甚少 甚至几乎不存在密度 那国内讨论的到底是什么呢 我们来继续渗望 来到国内的词条检索 对密度的表达那就多了 在麦克风密度这块 检索到了一个产品的推广 标题上似乎他认为 密度对声音音质影响巨大 但是视频我真没兴趣点进去 来到了国产区 对密度言论 那就开始丰富了 有人认为密度很重要 有人认为密度是一个整体 有人认为中高频饭音比重较大 还有人觉得画放对密度起着决定性作用 还有人认为是某种主观感受 还有人认为是一种喜好 有人认为声音禁得住插件扒了 有人认为扎实有劲不许 还有总结派 而具体什么是密度 我发现也很难达成一种共识 仿佛就像薛天鹅的猫一样 让人琢磨不透 我决定把这件事做成视频呢 还需要归功于我的某位同行神棍朋友 他说他听了某个音频时钟 他觉得有密度 他所谓的有密度 我们不妨换成有变化 信号的Jitter 抖动失真发生了变化 得以改变的是斜波分布 自然声音发生了变化 这是我所认知 他嘴里的有密度的变化 而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看到了鬼功的回复 这个回复呢 就像回旋标一样 打在了我的脸上 而这个话题也非常好玩 邀请他的人呢 也是我多年前的一位好友 我戏称他为大鸡犯董老师 也为了我这次寻找密度 敲定了最后的定调 很抱歉 看视频的朋友 到现在我自己也未能明白 他们口中的密度到底是什么 但我也用力的去寻找了 包括AS协会的网站 我也发了 它也只仍然存在于街头和巷尾之间 为本次的探索 最后做几点总结吧 也谈谈我对他们嘴里的密度的认识 第一 我认为不存在具体的定义 大部分人认同它是频率上的变化 第三可能是某类隐色 但不同人感受是不同的 他们讨论的也难以获得精确答案 我更倾向认为 它更像是一种胁迫分布的方式 具体分布每个人感受不同 所以答案是未知 这就是我对于他们嘴里所谓的密度 以及给我结合我找到的信息 我对这件事的看法和认知 如果你对密度有你自己的看法 欢迎你在评论区进行谈论你的看法 如果对你有所帮助 还望给个三连以示鼓励 有没有在评论区文 所以我也不识我